今天就要分享迪士尼創辦人和路迪士尼先生的故事 讓大家學習如何更加成功 迪士尼我都非常喜歡 每次經過他的樂園門口 聽到音樂已經是非常開心和夢幻 所以這次的配樂也是選擇了一首非常夢幻的音樂 陪大家去聽這個故事 歡迎收看 Tiger 短片教室 我是 Tiger 這個 Playlist 叫追求成功 Lifehack 希望大家一起去學習和實踐 如何做到一個更成功、更有影響力的人 如果你第一次看的朋友 記得 Like 和按鐘仔 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今天要講的題目 就叫做 午餐就減量 令到你的腦更清醒 從而達至成功 其實全球的娛樂產業有很多間 但其中一間不能忽略的龍頭 就一定是和路迪士尼這間公司 其實它下面不單有樂園 亦有很多媒體 很多製作公司 亦有一個online的頻道 on demand的一個串流平台 可以等你付錢 接著就看他們的影片 其實裡面是經過很多年 裡面有很多的影片資產 所以是非常之厲害的 但其實我們今天就專注 他的創辦人 就是和路迪士尼 台灣就會叫他華特迪士尼 其實在和路迪士尼留下的傳記 或者如果之前大家有看電影 是一套電影叫做 Saving Mr. Banks 即是大夢想家裡面 其實也有描述過 迪士尼先生 他是一個非常固定生活作式的人 他每一天早上八點就會回到公司 然後就逐一看每一套 卡通動畫的一些分鏡的稿 接著就給意見 接著就到中午之前 他們會看每一個studio 每一個員工的工作情況和進度 感覺上都挺港式的老闆 其實今天最特別要分享 就是他的午餐 是非常簡單的 通常他都會只吃一些沙律 或者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 通常配一杯V8 即V8 你在超級市場都會看到 一罐番茄汁 其實因為迪士尼先生 他認為如果中午吃得太飽 太豐富 太多 腦子會變得遲鈍 即是想不到事情 從而會影響下走的工作效率 所以 我不知道有沒有朋友 在迪士尼做過文職 他們公司的文化 中間的午餐費 都是比其他公司短的 所以形成了一個很特別的企業文化 午餐之後 他通常都會安排一些會議 會聯繫一些不同的人 去電話溝通 開會 其實 因為他的午餐 吃得很簡單 所以他的包包 總會有些東西可以充饑 例如有些果仁 有些梳打餅 可以在很忙的時間 可以吃一點點東西 補充一些能量 到晚餐他就喜歡吃 一些 芝士或者辣肉醬的 一些通心粉 一些plaster 有時他也會在公司的 休息室裡睡覺 睡到第二天 這樣看下去 其實這個迪士尼先生 簡直是一個工作狂 和我都很相似 都很喜歡工作 不單是吃飯吃得很隨便 亦都是 隨便下午就好像吃一些 芝士 晚上就睡在公司 這樣 但是這樣的生活的 作息和飲食習慣 其實不像我們一般人 想得那麼差 尤其是原來很多科學家的研究 都證實了 每一次原來intake 即是攝取太多的食物和熱量 會令到我們的血糖的數值 很多劇烈的震盪 很多fructuration 令到工作效率會很差 而且會很硬 所以很多醫生 或者營養師都建議 做好養成小食多餐 我們這幾年都聽過 小食多餐 迪士尼先生在智慧雜誌 的Wesdom Magazine 採訪裡 他都被問過 你成功的秘訣是甚麼 可能很多人都想知道 是甚麼 還有你怎樣去實現你的夢想 他就這樣回答 要獲得成功 想實現夢想 唯一的方法 就是努力做 這樣就對了 其實全心全意 投入動畫製作的 和魯迪士尼先生 為了維持他的工作效率 節省了些lunch time 的時間 反而養成了維持工作動能的飲食習慣 所以如果你經常都覺得 中午吃得太飽 很晚睡 或者是沒有精神 不妨我們學一下 迪士尼先生 減輕少少的lunch 然後就等工作裡 肚餓的時候 就吃一些小食 補充的能量 就可以維持高效率的狀態 其實對於我自己 最大的take away 是甚麼 有時候可能媽媽教 就是辛苦找來自在吃 不要太委屈自己 但是有時候會吃得好 有時候很忙 就會隨便 但是 反過來 我從迪士尼先生 學到的就是 要有很規律 去安排自己的生活作式 無論你是一個很喜歡做事 工作狂 或者是很chill的人 其實最重要是 不是想怎樣就怎樣 而是很固定 去有規律地過你的生活 當然這件事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 但是在迪士尼先生 他這件事 甚至乎影響公司的文化 而令到他公司 都有很大的成就 好 今天的短片分享 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的話 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也可以試一下 明天的午餐 吃少一點的 本來今天我都打算 去 Starbucks 買沙律 誰知就被人買光 Anyway 明天可以再看看 你也可以留言給我 告訴你 你的留言 昨天有朋友說 喂 有些怪聲 因為咪太靈敏了 收到很多吞口水的聲音 現在轉了咪 看看會不會好些 告訴我你的想法 我們會不斷改進 希望可以鼓勵到你 下次見 拜拜